一男站在按摩店櫃台前 来到店内消费却没带钱 跟店员谎称自己要回车上拿钱 想不到就此凉长而去 让店员白忙一场既无奈又生气 七号晚间男子来到花莲这间按摩店内 表示要做两个小时全身按摩 但过程不断对小姐毛手毛脚 让店员非常不舒服 说服男子改成一个小时的按摩疗程 按摩结束男子来到柜台付款 先是假装要申办会员填写资料 接着开始掏口袋东找西找 表示自己忘了带钱 店员不宜有他陪着男子回到车上拿钱 想不到他又谎称要去银行领钱 就此没有下文 他有从后座拿出钱包来 我就没有注意看到 他说那我要去照顾你 这名黑衣人不但意图性骚扰女店员 还没付1500元按摩费直接落跑 听过有人吃霸王餐 却没想到竟然连开按摩店都能遇上霸王客 店员跟男子面对面按摩 一个小时想不到男子竟然不怕被认出来直接溜走 业者也只能自认倒霉希望这种恶劣按摩客千万别再上门 记者吴采勋许志诚花莲报导